最近由于核酸的问题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孕妇由于没有核酸报告被医院拒之门外最后导致流产的 也有老父亲病危因为没有核酸报告最后导致错过抢救时间而死亡的 那最近临近春节了嘛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比方说有些地方的防疫症设施需要48小时以内的核酸报告 那么有人比方说今天做了这个核酸 然后明天一早然后去取核酸报告 然后接着就上高速 但是在下高速的时候呢 正好就超过了48个小时吧 可能48.5或者是超了一点 那么当地的那个高速路口啊 他就不让你下 不让你下那最后怎么办呢 就让你返回 那返回的时候呢 他的出发地又需要48小时的核酸报告 那这样的话他就又提供不出核酸报告呀 那很多网友就在网上调感说这是卡bug 其实也是一种很无奈的留言 其实类似这样的事件 疫情发生以来应该挺多的 只不过有一部分被爆出来 中国近两年的自杀率啊 也比没有疫情之前要高了很多很多 那你说他跟疫情有关系吗 我也不敢逛家的猜测 像我之前也说过 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被困在尼泊尔了嘛 尼泊尔也是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封国嘛 隔离嘛 然后封了几个月以后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 首先他们的那个自杀率啊 持续上升 就后来就有人统计 就是封国期间导致自杀的人 要多于疫情死亡的人数 然后再加之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然后他们那边的人啊 是可以出街的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出街 然后就可能就颇为压力吧 然后最后他们也就 也就跟现在的印度一样 基本上是不管了 当然了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这种方法可不可取 当然了 疫情是需要防控的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我希望呢 也能够得到重视 当然了 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非常恶毒的留言 说什么 这是疫情防控需要付出的代表 有的时候我他妈的就很想包吐后 我就在想这死的怎么就不是你的父亲了 这流产的为什么就不是你的孩子呢 当我们自己自己老百姓都不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谁又会为我们维护权利 像这些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的话 我想他会越积越多 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到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临近春节了 看看这做核酸的人 都已经排到医院外面了 很长啊 都已经排到那边的马路了 全是排队做核酸的 看看多少人啊 全部都是 哇 最起码排了一百多米啊 是 啊 哦 哦 Marc 第二 BERG 哦 凭 是我